各位朋友,歡迎來到叫我深寒的一個晚上 又是我陪著大家過今個星期的週末 陪了十多年,我留意到這個節目收聽的時段 你猜是甚麼時段最多人聽 因為我的網站我按出來看到有多少人在看或者聽 我應該是星期一至五的早上和星期一至五的晚上 即11點左右,人們就會按進來聽 我相信人們上班時坐車很長時間 雖然香港地方很小,但是交通花費的時間一點都不短 真的不短,我們上班時都要坐八個至九個至車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這段路是很漫長的 我相信一個節目是陪著人們上班的 或者他晚上下班時睡不著覺又會按個節目來聽 不經不覺就陪了大家十多年 我自己也始料不及,十多年還有人在聽,很奇怪 今天講甚麼案件? 我有時選案件都會想給大家一點驚喜 說了十多年還有甚麼驚喜,不要有時也有驚喜 雜雜驚喜就難一點,久不久你會聽到一些案件 這劇情怎麼這麼奇幻 或者你聽過的地方發生的國家很少聽過 我有時希望帶到一些新榮的衝擊給大家 我今天講粵南的案件 粵南的案件在極度深寒裡很少提及 我們已經分享過最少二千件案件和大家一起說 我問你,說過甚麼越南案件,你能不能回答我? 有甚麼很深刻印象的越南案件,你聽過沒有? 真的沒有,我那天去觀塘吃越南東西 因為以前在觀塘上班時,經常去一間越南店吃東西 有個姐姐是越南人,我那天回去懷舊吃越南東西 突然心想好像很久沒有說過越南的一個案件 我今集就分享一些越南的案件 而且案情非常奇幻 我幾年前去過越南有六七天去玩 我去玩的時候也挺深度有的 因為我有時會去拍照 我也有訪問過有些朋友在越南住 他也說了很多東西給我聽 甚至深寒群組裡面有越南華僑聽 因為我去越南的時候,他介紹了我去當地有些地道人去的地方吃東西 我還記得吃的那些打火鍋,你打火鍋是沒有冷氣的 越南比較貧脊一點,某些地區是貧脊一點 當然,那些地方是很現代化的 我去那裡是沒有冷氣的 下午一兩點的時候,你知道越南有多熱 那些人在那裡打火鍋,拿了炭露在那裡 我用毛巾綁著頭,在那裡吃了一頓飯 但是很便宜,很便宜 我想一百元港幣有肉有菜有湯在燒烤 吃到你飽了一百元港幣,非常值得吃 現在香港,你去大快活的地方 你吃一個餐都六十多元的夜晚 還要說現在沒有人吃 你知不知道昨天大快活發出這個盈利預警 它的利潤是跌了差不多有一半 我就是很期望,這些大快活,我們這些窮不窮 那些窮人,窮不窮去吃,說真自己 是不是這樣便宜 你全香港最便宜的東西吃,差不多 它都說發出盈利預警 其實我們覺得六十多元吃一個飯已經超出了我們天天吃的負擔 我真的很懷疑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有點貴 六十多元吃一個飯 越南也是發展中的國家,所以吃東西便宜很多 那些人的治安好不好 你不要說有些人想移民去越南 我是其中一個,如果有人帶我去越南住幾年 我一定會在飯營,不過不認識人,沒有人帶就沒辦法 我們還沒開始說今天的越南重案之前 我們說一點在這個世界上的罪案率 究竟越南在你印象當中,它的罪案是治安好不好 你覺得越南,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越南人口有九千多萬 它是世界上第十五個人口大國 在東南亞地區就是排第三 僅次於印尼和菲律賓,即是人口排第三 而且它人不算是老的,香港人口的中位數 就是去到47.5或者48歲 人口中位數48歲 越南是33歲,都算是一個很年輕的城市 但它治安是怎樣? 它治安是全球排名第28位 而且越南的謀殺率是不高的 我看完之後覺得很安全的地區 我上世衛的網站有很多資料可以讓你看到 我看的大約是2019年世衛提供出來的資料 我先說一說,香港、日本、澳門的謀殺率 每十萬個人在19年計 大約會有0.2個人死於謀殺 即是十萬人裡面的0.2個人死於謀殺 中國就是0.8,韓國也是0.8 英國每十萬人有1.3個人死於謀殺 菲律賓很厲害,13.7 你看菲律賓的治安多差 十萬人裡面有十幾個人死於謀殺 比率真的很大 印度是3.8 泰國因為它有槍械,所以是4.3 南非這些地方基本上都不用住 十萬人裡面有36個人死於謀殺 越南有多少呢? 越南在2019年裡面大約是1.4個人 不算是很多,英國也有1.4個人 越南也有1.4個人 但是越南人口很多 基本上全世界第15個人口大國 有9千多萬人 所以我覺得越南可想而知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 我們聽完一些基本謀殺案的罪案資料的時候 其實今天第一宗說的是石油器女子離奇失蹤案 原來越南有5宗非常離奇的女子失蹤案 這5宗女子失蹤案全部都找不到 唯一有一宗破到案就是石油器女子離奇失蹤案 我第一節說的就是這宗案 它發生的地點就是在越南的海防市 這裏就是海防市 如果你是越南就知道 非常之有這麼多電單車 你過馬路過不了 那些電單車好像一條河水一樣 是不斷在馬路走 你為什麼要怎麼過? 你走著停著停著 但它又撞不到你 你只要鼓起勇氣 慢慢走 那些人真的又避到你 如果香港就麻煩了 香港這麼多老人家真的過不了馬路 幸好那個城市的人叫做年輕一點 身手敏捷一點 海防市在越南的一個北部 它僅次於河內市和胡志明市 是越南第三大的一個城市 它附近有一個工業城 也有一個很大的港口 這個案件石油器妹失蹤事件 發生在一條村 名叫春宮社五號村 2010年12月3日 有一個22歲的女生 她的名叫做婉佩妃 她在這條村裡失蹤了 那條村人口不太多 就是這條村 只不過只有幾千人 這條村的人以前有一個石礦牆 她專門開啟一些工業用的石材 不過政府禁止人非法開採 也禁止市民非法使用炸藥去炸這個山 一定要合資格的人才可以開採 這個是一個岩石的挖掘熱點 這個春宮社五號村 那些村民來來去都很簡單單的生活 其中22歲的女生在香港大學都未畢業 不過在越南通常他們雖然是2010年12月3日發生 都是近代的時間 不過他們很早婚 特別是農村的地方 他們十八九歲都是結婚的 這個婉佩妃女士雖然只有22歲 但是她已經有兩個小朋友 她平時跟她老公一起去送石油器 在當地沒有鋪煤氣管 也沒有天然氣 大家平時用的火食那些燃料都是用石油器 她兩夫妻經營一個石油器 有人打電話叫石油器 婉小姐就會跟她老公一人開電單車 就會載石油器過去 當時有一天她老公出了去做事 跟朋友一起 怎知道回來見到她老婆不在家裡 雖然子女有些老人家幫忙帶 但是她老婆不是在店裡看小朋友 如果不是就去買菜 很少會失蹤 到了晚上她打她老婆電話 不接電話 都知道事情非常有危險性 所以她老公立即叫其他村民和親戚朋友 發散人在村內四處去找她老婆 非常奇怪 她老婆完全不知道她在哪裡 她老公推斷她老婆可能送一瓶石油器 即送一瓶石油器出去的時候 可能發生意外 四處在溝渠 四處在農田裡找她老婆 但怎樣找都找不到 如果跌了到田裡或者跌到路邊 其實那條村不是一個廟無人煙的地方 一定有人會報警 那些村民都很有手來電話 已經是2010年的時間 當她沒有回家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幾件事 人們就會說 你會想農村女一不見了 第一件事會想什麼 你不會想殺人事件 也不會想一些變態人 第一件事會不會走路 農村的婦女很多都會走路 不如虐待或者有些吃農藥死 也有的 打老婆什麼都有 但是這個女人 這個婉小姐和她老公感情很好 也有兩個小朋友 一歲幾和三歲 她做媽媽的角色 平時人們說她很疼小孩 而且她兩個不是盲婚瓦架 是通過自由戀愛 而大家一起去結婚 照介來說 大家都是年輕的 沒理由這麼早走路 不是叫你嫁給一個60歲的阿伯 於是她老公四處在找她 刀刀金上緊 在一個下水道配水庫的河道裡 找到她老婆婉小姐的電單車 找到那部電單車很離奇 那部電單車已經被水沖到全部都是泥 那部電單車離開她的家裡 大約一公里以外找到 人就不見了 這個春公社裡面的馮春村 其中有一個32公噸的湖 那個湖平時是一個水閘 如果河水去到某一個高度的時候 她就會排走水 排走 一排走水的時候 引水道就會比較清澈 水就淺了 她老婆的車在其中一個引水道排水的時候 被人找到出來 即是有一個人 或者她老婆自己開車 跌了到引水道 又或者有人丟了一部電單車到引水道 水滿的時候就見不到 她老公在一天之後排紅的時候 找到她老婆的車就很擔心 那就沒辦法了 去到這個時候就只能夠報警 就跟越南當地的警方說 她老婆失蹤了 這條村當時有份找的人 有幾十人幫她找 這個女士的車離開她的家裡 大約一公里 而一公里附近是沒有房子的 只是配水附近的引水道 如果你送石油器 你跌了一部車 那部石油器也在 那麼重 石油器找不到 問過附近的村民 有沒有人叫過石油器 附近的村民說沒有叫過石油器 也不是叫阮小姐那間石油器公司 因為他們叫第二間公司 究竟他們來這裡做什麼 為什麼電單車會出現引水道 當時警方也有一個推測 會不會被附近的人捉走了 當時正直是12月3日 越南是農曆的 跟我們一樣 農曆是11月初 氣溫非常冷 大約是9度10度 當時他老公和兄弟姐妹 四處去找他 甚至乎潛入了32日下水道的區域 怕他老婆沉下去 四處去找 死了也好 也希望找到他老婆的屍體 當時那些寒風刺骨 大吉也到他的水道 越南人都怕冷 10度 說真的香港人都頂不住 剛剛才 越來越找不到 越找就越絕望 甚至乎到最後 他們就擴大了一個搜索範圍 去到附近那些岩石 剛才不是說 那裡有一些石礦場 開狠一些石材 他們有石礦場 不同的地方找 全部都找不到 連那些洞穴 那些納穴 每次都找 到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 這件事已經去到一個絕望的景地 當地警方只要在附近 找到一些無名女屍 或者找到一些婦女的屍體的時候 就馬上會叫他們去認屍 他們去認過的屍體 已經不下十具女子的屍體 有些可能病死了 或者在無名女屍 在公墓裡面都叫他們去認 他們完全都找不到 找到沒有東西找的時候 他們想了一件事 他老婆會不會被人殺死了 撞了在一些墳墓裡面 因為他們家附近都有一個墳墓 這條五號村 他們直接去五號村的墳墓裡面 叫了所有人出來 看看有沒有一些地方 有人動過土 翻過土 的痕跡 都找過 完全沒有他老婆任何的一個跡象 最似的一次就是在河內 收到一個消息 河裡面有一位女屍 他們全家人都很害怕 然後就馬上駕駛車 去到河內看 結果他們發現了 那個女屍不是他老婆 無論怎樣找都好 找了這麼多年都好 完全徒勞無功 最後這個阮小姐 她失蹤了 有十幾年時間 是沒有了 這條村當然有這麼多人 不止一個人失蹤 在這麼多年裡 至過有兩個人失蹤 這個阮小姐 是其中一宗失蹤的事件 他們被譽為有五宗女子失蹤案 全部都破不了案 這宗究竟是不是好像之前那樣 石磚大海 其實是不是連環殺手做 你聽下去像不像 不是很像 因為他送石油氣的時候 不見了 只是熟人做多些 到差不多拍出所裡的公安廳裡的廳長 都很想破這宗案 他們歸納了幾個調查方向 去看看究竟阮小姐去了哪裡 當年農村也有很多年輕女是走失的 這個阮小姐其實只有22歲 這就是當地裡開瘋石材的一些礦場的山 他們找過了完全沒有 22歲生了兩個小朋友 會不會是受不了做媽媽的壓力 然後就走 會不會是奶奶又會罵她 老公又打她 公安其實去訪問過附近的一些村民 很多人都說他兩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不相信他老婆是走老的 不過也有些奇患 就是他老公沒有第一時間去報警 過了幾天才報警 因為可能老婆走老都不是一件這麼光彩的事 農村的人很怕別人說閒話 到他老婆真的沒有回來 開始真的有人說閒話 也有人說他老婆是跟了一個很年輕的男生 就走了 離開了她的丈夫 還有離開了她的家 你去到這些時候 其實如果你是作為一個男人 或者作為男方的家庭 他會不會無緣無故送送一石油戲 離開了 雖然你可能覺得他很愛你 但是會不會心想他真的走了老 我覺得去到絕望的時候 你什麼思想都會想出來 會不會他真的對你 想很多事情 可能我對他不好 可能我和他有艾薩 又或者原來他不喜歡小孩子 他真的走了 你也會這樣想 雖然你說走了老 他不回來 但是他不用死 他有機會 你也希望他有朝一日 會回心轉移 所謂的浪子回頭 回來找回來 但是隨著時間一路一路過 那個女生的銀行紀錄 電子信息 全部都沒有動靜 這個女人有上學的 她1988年出生 2010年的時候不見了 在這段時間 那兩家人直到吵架 有些人吵架 搞錯 你嫁了給我 然後你又走路 你有沒有搞錯 都在吵架 警方慢慢調查 他們調查到幾個方向 首先附近是一個石礦場的地段 有大型的車輛出入 那些大型車輛的人 沒有見過阮小姐 沒有見過她 如果在大路上被人抓走 這件事就更加荒謬 舉例 如果阮小姐當天去送食遊戲 經過一些大路 有一輛大型的車抓走她 那輛車就連人帶電單車 就抬上大型車的車走她 你怎會抓了女兒之後 然後去一個引水道 把她的電單車還浪費時間 扔上了引水道 那個引水道裡面 基本上沒有大型車輛可以進去 所以兇手一定是駕駛了她的電單車 去到引水道就扔上去 如果是大型車輛抓走 這件事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只是如果你拿電單車賣到錢 如果你等錢花的都會偷完電單車走 為什麼沒有偷完電單車走 而只有這個女人失蹤了 你以為是熟人做 附近的村民做 日光日白 你抓了一條女兒 要藏起來 也不是那麼容易 人口大國 越南 大家種田 大家成 你哪有這麼多地方讓你藏起來 農民又多 人口又不少 你要藏起來 究竟去了哪裡 都很難的一件事 她的電話紀錄 從這一天失蹤之後 從來都沒有再出現過 怎樣打電話 都是石沉大海的 把電話卡從來沒有開過 阮小姐離開家裡的時候 沒有帶很多錢 銀行保 護照 證件 通通都沒有帶走 甚至乎家裡的衣服 鞋襪 一件都沒有帶走 她離開的時候應該很匆忙 也離開得很快 究竟她是送貨走 還是有急事 當時警方也有懷疑過阮小姐的老公 但是她老公當日和村民一起在不同地方做事 也沒有回家 雖然不能100%排除她老公 但是她老公完全沒有作案動機 也問話的時候非常老實 你問她什麼她就說什麼 總總跡象顯示 當日這個女生一個很匆忙的時間 突然間要離開家裡 然後就出事了 為什麼這麼匆忙離開家裡 或者離開店 送石遊戲走是唯一的可能性 應該有人叫死者送石遊戲去某一個地方 接著她在陌生的地方被殺死 但是如果你送石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年輕的一代 或者比較年輕的朋友 她有沒有打電話叫石遊戲的動作 曾經試過沒有 大家 你不會走到石遊戲店跟她說 麻煩我想要灌石遊戲 哪裡哪裡 你是打電話 我是牛頭角 十二座六樓麻煩你送一罐石遊戲來 石遊戲店就收到你的命令 然後找一個人送給你 一會兒送吧 三點就送給你的 你查一下電話紀錄就可以了 一零年有數字可以有所有電話通訊 警方看完她那天送石遊戲的紀錄 沒有一個人的關係 她大約送了六宗石遊戲 那六宗石遊戲裡面全部人都是正常的 是清理的 沒有一個人有作案的可疑 究竟誰叫她送石遊戲 他們有一個很大膽的推斷 那個人走下來店叫她 麻煩阮小姐送我一罐石遊戲 去隔壁村3號 如果她不釋路 她怎麼都會查地圖 或者怎麼都會問一些人怎麼去 她去的地點應該是非常之近 而她是完全釋路 就這樣擺灌石遊戲 上一輛電單車 什麼都不理 就這樣走出去 完全知道 我叫你家裡樓下那間市多 要石遊戲 我這樣拿過去給她 你不會拿東西 不會拿任何東西 就這樣過去 當時警方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這樣的 究竟這個女孩去了哪裡 十三年都找不到 2010年一直到2022年12月6日 這個女孩終於出現了 你猜她去了哪裡 當地有一個居民 名叫做文貴叔 文貴叔突然在2022年12月6日 就不見了一隻狗 文貴叔很喜歡狗 就四處去附近找狗 找找找是一隻小狗 糟了 他去哪裡小狗 怎麼找都找不到 冥冥中自有主宰 當文貴叔去到他家附近 一個廢棄了的污水井的時候 他突然心想 狗仔會不會跌到污水井 如果是跌到污水井 就死了 於是文貴叔就拿一隻粥 不停撩到污水井 誰知他撩到污水井的時候 就撩到一袋很奇怪的東西 他撩到為什麼有一包東西 包住一個水井裡面 是什麼東西來的 於是他就撩一撩 撩一撩就發現裡面有些人骨 所以他就嚇到黏了 立即通知他老婆去報警 這個地方有很多農田 農田也要不同的水灌溉 水不是直接倒下去 通常有些水井 儲了一些水井 有時候就會引水去某個地方 但當有些田荒廢的時候 有些水井就不用 那是專門用來裝污水的一些污水井 我想是一些化分池 那麼相近 也是途中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 當時這個污水井 他撩到有些東西 你看到他們在拜神 你看到嗎 有些香 有個麻包袋 這個麻包袋 當時應該就是 裝著那個女師 包住的其中一個物品 文貴叔的房子就不是他 文貴叔就有個老婆 他老婆就是以前有個老公 文貴叔就是他第二任的老公 他立即通知他老婆 文貴叔和他老婆住了一段時間 他心想 喂 我家後面那裡怎麼會有污水井的屍 嚇人了 就馬上去報警 那麼警察來到的時候 就在污水井撩了一個女師出來 就發現是一個女人的屍體 而且他死亡的時間 是超過十年以上 完全化了骨 是一堆白骨 當時有個警察就開始在想 他說為什麼有個女師丟在那裡 有沒有人失蹤過 其中有一個老的刑警 在當地他說 這裡有兩個女人失蹤 他說你試試查一下 是不是其中一個失蹤了的女人 不過之前那個女人 是失蹤了很多年 如果你說他死了十年左右 十年前就是這個阮小姐失蹤的事件 你到處找個家人 看看他的家人有沒有線索 於是村民就馬上四圍在這裡 來到現場就在這裡看 這個就是當地的房子 他在後面找到阮小姐的死屍出來 當那些風聲在村民裡 大家在說有屍體 文貴家後面有個女師 傳到當年阮小姐的婆婆 阮小姐的婆婆在賣早餐 他一聽到就非常震驚 他說找到屍體在文貴叔家 文貴叔家和阮小姐的家 其實相距只有五百米 非常近 他內心他奶奶都打過凸 那條怎麼會無端有個女師 剛好我媳婦又失蹤了 他的內心立刻在這裡哭 那個應該就是我媳婦 想著他有一天會浪子回頭回來看子女 到最後原來都是陰陽永隔 成為了一堆白骨 警方來到的時候 根據失蹤者的資料 當然找人驗DNA 找阮小姐的爸爸媽媽去驗DNA 這兩家人其實都在這村附近住 但在他失蹤之後 這兩家人其實已經不太巧合 大家都有點捱撒 其實深水清都知道 如果那個女人要逃跑 就算他怕被爸爸媽媽罵也好 怎麼都隔了這麼多年 12年都會嘗試聯絡自己的外家 媽媽我沒事 其實他外家沒有收過阮小姐的電話 男家也沒有收過阮小姐的電話 當然你有你說我有我說 大家都是口同鼻爭 就未必相信你 這件事找到白骨之後 你兩家人都知道大家是互相錯怪了大家 警察來到就驗DNA 證實了那個就是阮小姐 為什麼阮小姐會死在 一個人家後院的廢水池裡面 警方就非常想破這宗案件 他們派了200個人 就整理13年前的人口 13年前的人口的流動紀錄 以及現在的人作出一個對比 他們歸納了有四種人 當時有作案的可能性 這四種人就是第一 抗工 當時做事的抗工 第二 附近做事的建築工人 第三 吸毒者 越南的吸毒問題也挺嚴重的 第四 有犯罪前科的一個人 他們歸納了這四種人 就要去調查 不過13年了 你要去調查 都是有點困難的 不過他有200人去抽屍剝檢 在這條村裡 你知道越南對人口流動紀錄 管制得比較嚴格 畢竟他也是一個共產國家 雖然他可以上網 你去越南 Facebook YouTube 你什麼網都可以上網 有一點好 即是他共產國家得來 他給你上所有的網站 你當時要調查這件事 十幾年前 都需要人力物力 終於調查到第13天的時候 所以這件案 越南當地有人說 13這個字 在這件案裡非常巧合 那個女生失蹤了13年 調查這件案在第13天之後 就破到案了 他們終於鎖定了四個人 有最大的作案可能 而四個人裡面 其中有一個人 是很大機會做這件案 於是就開始抓他 究竟這是什麼人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說